佛山三水旅遊文化周來了 這次由我帶大家去看看其中重點推薦的大祈頭古村 它是由清朝的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所見 房屋整齊畫吉 在上面看上去好像旗盤一樣,很特別 鄭紹忠有個花名叫大口金 相傳它可以一口含著兩個拳頭 平直吃兩斤人 說起吃東西,我在古村找到一個科技感十足的素食餐廳 給一堆小心心圍著你吃飯,你又試過沒有? 所以,逛累了還可以跟朋友在這個茶餐廳裡喝茶,聊聊天 歡迎大家9月27日到12號來到三水新動力廣場 面對面和你一起玩 佛山三水旅遊文化周來了 這次由我帶大家去看看其中重點推薦的大祈頭古村 它是由清朝的廣東水師提督鄭紹忠所見 房屋整齊畫吉 在上面看上去好像旗盤一樣,很特別 鄭紹忠有個花名叫大口金 雙全舉可以一口含著兩個拳頭,平直吃兩斤人 說起吃東西,我在古村找到一個科技感十足的素食餐廳 給一堆小心心圍著你吃飯,你又試過沒有? 逛累了還可以跟朋友在這個茶餐廳裡喝茶,聊聊天 歡迎大家9月27日到12號來到三水新動力廣場 面對面和你一起玩